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适逢我们的祖国75周年华诞 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新闻司司长华春莹 就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了18组对比图 去展示过去75年间中国的变化 今天在这里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段新闻 大家不妨听到最后给一点点意见 那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去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Cho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妨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章,深圳渔民村过去和现在的对比 上图是20世纪80年代初 深圳市被划为经济特区 渔民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 迎来发展的转折点 下图是2024年深圳渔民村的情况 村民生活已经迎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第二章,普通列车进化成高铁 上图是以往普速列车在成都车辆段 等待检收清洗的情景 下图是2018年动车组停靠在武汉动车段 全车线上的情景 第三章,由购买波音到生产C919国产飞机 上图是1980年波音公司向中国民航交付第一架客机 下图是201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C919大型客机 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出来 中国有了自己的国产大飞机 第四章,由看别人到被别人看 上图是1980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刘华清将军访美去参观美国航母的情景 下图是2015年3月 美国国防大学代表团前往沈阳军区 近距来参观解放军的装备 第五章,东方红1号和上俄6号 上图是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粒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下图是2024年上俄6号禅宫在节季 拿了月球背面的土壤回来 第六章,物理案件手机和华为三折屏幕手机 上图是2004年进口案件手机在中国市场售卖 下图是2024年华为发布全球首款三折屏幕手机 国产智能手机打出了名堂 第七章,暮霾和晴空的对比 上图是2012年天安门广场被暮霾笼罩住的情况 下图是2024年7月天安门广场晴空万里的情况 第八章,斗选和全国人大成立70周年 上图是1951年河南省纪院七区云所乡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后 慎重地以头斗选举选出最可以为大家服务的代表 下图是202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70周年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第九章,文化跪伐和文化输出 上图是20世纪60年代在农村、工地放映的露天电影 是当时的人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 下图是2023年电影《流浪地球2》在埃及上映的情况 同年国产电影占全国电影票房超过83% 越来越多优秀的国产影片走出国门 第十章,进口游戏和国产游戏 上图是2006年中国的小朋友们在游戏机中心玩外国的电子游戏 下图是2024年中国首款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发布》 在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第十一章,洛杉矶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 上图是1984年,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奪得奥运首面金牌 当年的中国代表团斩获了15金 下图是2024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 取得境外参赛奥运会最好的成绩 一共奪得40面金牌 第十二章,北京两马河的过去和现在 上图是1998年,北京两马河饱受污染困扰 下图是2024年,换言一身的两马河,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 第十三章,特殊教育学校的过去和现在 上图是1984年,沿浙江省丽水地区的龙瓦学校 当时还是专瓦房和泥土地 下图是2024年,浙江省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现在已经拥有高标准的教学楼和塑胶操场 第十四章,黑泥地村变成缤纷社区 上图是2013年,云南省鸿河州开远市黑泥地村 那里遍布泥路和土雅房 下图是2024年同一个村庄 已经成为环境优美,生活附足的缤纷社区 第十五章,楼索变成大桥 上图是2001年前,楼索是云南路江人过江的唯一方式 下图是2020年,云南保鲁高速路江大桥通车 第十六章,传统人工采棉变成智能化采棉工业 上图是1965年,新疆阿克蘇工人采收棉花 下图是2021年,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蘇采收棉花 第十七章,黑暴示弱对比红旗招展 上图是2019年,黑暴在香港示弱,令东方之珠蒙尘 下图是2024年7月1日,大批市民在尖沙咀揮动国旗和特区区旗 慶祝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 第十八章,非洲将中国送入联合国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图是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投票结果宣布后,非洲国家代表欢呼着弱 下图是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现场 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以上就是他在社交平台X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有留心看,上面有很多相片 如果不放在一起去对比,那么大差距的进步 甚至可能会令你以为是两个地方 有些人不能接受,又或者不想接受 中国一直以来的进步 无事事实,永远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的某一段历史 几句口号挂在嘴唇边和你东拉西扯 相反,也有人感恩着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强大 知道一切来之不易 同时也做好自己和国家共同努力,共同成长 期望着明天会更好 老老实实,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是后者 平平淡淡过一生也是很多人的理想 但是如果你是前者的话 你的行为其实和指着当今世上任何一个伟人 说他小时候会泪尿一样 除了笑你可怜和可悲之外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而且去到今天,被你去说的这个人已经长大了 生活也越来越好 现在反而见到不少批评他泪尿的人自己在泪尿 跟着人家屁股后面的你不但看不到,闻不到 还要不断赚好,你说可不可悲呢? 最近美国众议院甚至以351票比36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在未来5年拨款16亿美元 资助世界各地的媒体和民间社会资源 美其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施加的恶意影响 但实情又是怎样呢? 美国致富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报告说 16亿美元是一笔庞大的资金 大体相当于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全年营运经费的两倍 如果每5年有16亿美元放在民生上 又或者减少一些对别人国家的均援 我相信不要像刚才18张在华春营铁文里面的对比图 我相信美国要做180张出来都没问题 假假地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用在人民身上又或者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东西不好吗?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将心比己 如果换了是你 无论你做得多好都好 总是有一班人出来说你小时候赖了 还要有人出大量资金去赞助抹黑你赖了的人 不知道你又会怎样呢?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你们的赞好和留言互动会令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千万不要论识你们的意见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个Thanks按钮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